你现在收看的是TALKING POINT 我是余峰 我是罗力威 今天的TALKING POINT 在艾力身边这两位 绝对是唱家班唱德之人 因为香港观众 尤其是熟悉乐威 出了好几张不同的专辑 实力一早已经肯定了 在今次的专辑里面 还找到合唱歌 找来内地的好声音 介绍他 你先介绍他 大家好 这位是余峰 余大哥 余峰 余峰 来香港宣传 来又余峰 去又余峰 今次跟阿威有首合唱歌的出现 先讲讲你们两个的渊源 我想观众认识你们的背景 有一个是香港的歌唱比赛 一个是内地歌唱比赛 同样是得奖的实力派的表演者 其实你两个的渊源是怎样认识 怎样声声相识呢 我们是因为中国好声音而合作 但是我没有参加中国好声音 但是我可以跟中国好声音的歌手 去合作这首歌曲 其实是一首本来由中国好声音演变出来的 一首鼓励大家参加歌唱比赛 或者热爱音乐的朋友 无论如何都好 不同的工作崗位 都是有一种鼓励的成分 里面更加提到有一些好的声音 最终一定会有人懂 是一种鼓励大家 在音乐方面 尤其是音乐 当然很多情况都可以 音乐方面是得到一个智能 是 余峰呢 又说一下你和阿威之间的渊源 我会觉得 因为我之前一直听过 罗利为这个名字 但是我其实说实话 没有听过他的歌 在认识他之前 那在合作完这首歌之后 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好声音 让这首歌和我们能够结缘吧 然后做完这首歌之后 我会觉得我们聊得很投机 包括在音乐上 包括在我们鼻子的性格上 其实都是很合得来的 那我觉得日后可能会成为好的朋友 对 其实两位我想在合作之上 都一定可能讲到 无论内地好香港好 音乐的市场发展 又或者可能参加歌唱比赛 最初大家为什么会参加呢 大家爱唱歌爱音乐 我心里是不是也挺近似的 每一个参加歌唱比赛的人 都一定觉得自己在这方面 一定是热爱是基本的 二来热爱之外 都要有一些 在唱歌方面 或者音乐感方面都有些条件 才有一个参加比赛 而会想赢的一个决心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参加歌唱比赛的人 就是因为我想唱自己发布的歌 就是想唱自己的创作 因为从小到大都会学琴 也将童年很多时间花在钢琴上面 当别人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是走课 走课去了弹琴 有一段日子住在新西兰 就是住在纽西兰读书 没有琴弹的住在很多不同家庭里面 就会搭车去到一些租钢琴音乐室的地方 租间房可能一两个钟 就在那里弹一弹回家 因为很手痕 这个是我的童年 所以其实是一个证据 去告诉自己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音乐的 就算要走课 也要继续去扫课 本来不一定是因为很想弹琴而走 是可能真的蚁 走课而走 但是就决定不去打机 不去认识女仔 就专心弹琴去做你的音乐 因为自然会有女仔想认识你 哈哈哈哈 这些就是识弹琴 识玩音乐的好处 应该是说笑而已 鼓励大家学音乐 我说真的 是会有好处的 余峰呢 你自己对音乐的情意有多喜欢 我是从小 就是耳濡目染的深受这种音乐的熏陶 因为我爷爷 就我的爷爷他在家里面也没事喜欢弹谈电子琴 然后接着那个麦克风唱一下歌这样 然后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弹吉他唱歌这样 那我小的时候也是在艺术班 当什么合唱团的领唱 包括也会经常有很多表演的机会了 那所以我会 其实从小到大可能更多的一种习惯嘛 然后如果说有一天让我去做别的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很难受 所以我就继续坚持做 坚持唱歌这件事情 但我当时参加比赛是 更多的是为了得到一些认可或者是鼓励吧 因为当时身边的人包括家人是很反对的 为什么呢 其实是音乐世家来的 你家人都是玩音乐的 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家 只是他们也是平时的爱好 但他们是有其他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要反对你呢 他们自己都玩 就是我 我的 我爸爸倒是好 我妈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靠谱的 而且是他无从了解 无从掌控的一个职业 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很按部就班的一个会计 那你说做account者 或者是包括像他让我去学金融等等等等 他就希望我经过能够按部就班一点 但其实我这个人性格里面是很判逆的 所以他们是不支持的 都是 我们常常说 香港很多音乐人都是 尤其可能我听过很多搭band的朋友 都说 找不到钱的做音乐 这些可能都是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 比较传统的思想 其实你家里有没有反对过你 他们家里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很好的爸爸妈妈 去容许你做 这些事务 是 因为一来他们可能 就是他们很放任 就是那些下一代 他们去寻求自己的快乐 没有说一定要框他们要做什么 因为可能我家里没有一个家族生意 或者什么要我接管 所以我们做什么的话 其实都只要不是做坏事 是 只要不是做坏事就什么都可以 有多开放的 这件事我想对于很多 无论是喜欢音乐好 跳舞好 画画好 有自己理想的一个年轻人来说 其实是很好的事 家人不理你做什么 不要做坏事就行了 就支持你去做 有这份支持是开心很多的 这次你们的合作之间 带着两个不同地方 就是歌唱比赛的一个特长者的身份 一起走进去 Crossover 有没有想过 阿威 你如果是参加内地的歌唱比赛 输了 对了 那些准备 各样东西 还能做到冠军王 我觉得 是有一个差距的 是 是 在香港的冠军 如果在内地的比赛 可能不是冠军 我觉得 那次如果我成为冠军的话 可能其实都是一种的福分 是 我觉得 没有说一定 没有说一定 你 劲就赢的 是 也没有说一定 你很想赢就一定赢到 我觉得从来歌唱比赛 都是 都是想不到的 是 那么 因为我们可能有历史 可以参考 通常有时 不一定说 第二名唱歌是差过第一名 或者第三名唱歌是差过第二名 只不过刚好是一个缘分 或者是一个福分 还有可能是挺主观的 是很主观 喜欢你选择那首歌 是 知道那些评判可能 嗯 你唱自己歌的 我都没有那么明媚听歌 如果评判的思维是这样 可能你就不是冠军 是 是 所以 如果你问我要我去到 内地参加比赛的话 我首先可能觉得 很佩服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纪律 他们的纪律 或者他们的时间 是一定 辛苦过香港很多 譬如我看很多他们的节目 譬如我超级喜欢看最强单 最强单 因为他们的规模是很大的 每一个他们表演的项目 都是很大的项目 都要花很长时间准备 所以我会知道 他肯定从早上到凌晨跑不掉 所以我们在香港所发的时间 并没有那么长 但都是可能在说六七八个钟 但如果他们是十几个钟的话 我觉得真是很辛苦 所以很厉害 真的 尤峰知不知道他本身 乐力威参加歌唱比赛时 有个发名 别后叫冠军王 嗯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只是总冠军 长胜将军 虽然有输过 但是还是长 每集计平均分都是第一 那这个我是不知道 我知道他是冠军 但是不知道是长胜将军 我会无聊的 撿回来 风奇如果你来到香港的时候 会想着用多些途径 会不会上什么节目 甚至乎就参加一些 可能我们比较地区别的歌唱比赛 给多些观众认识你的声音 我觉得他已经不需要参加任何香港的歌唱比赛 是 因为他已经是一位好好的歌手 是 他唱歌方面已经是 我会觉得其实跟香港一般专业水准 都会他还是领先 做D 因为 始终他们出来是真的很有实力 所以大家支持听他的新歌 是 就已经 也希望他可以在香港开演唱会 对啊 带多一些自己的创作 对啊 我是在 现在几号 对 20号的时候就会发 又会发一首新歌 所以 罗里威是21号 会发他的 整张EP 所以 我觉得这一点上大家是应该要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而且包括在今后 我们肯定会有陆续的有 小型的大型的 甚至是Mini都可以 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场合 表演的活动 因为我看到你就算在访问之前 都会一起jam一下歌声 已经是那种 那种关系很投契 很合得来的 是的 这个是不是 也很感谢天佑 这种默契给你们两个之间 不仅是在一首歌里面 到整个音乐的大世界里面 都可以继续保持这种默契 我想是 真真正正喜欢音乐的人 聚在一起会投契的 是的 有时如果跟一些不合拍的人 其实很难夹的 很痛苦的 但是真真正喜欢音乐的人 在一起就自然会很合拍的 你两个喜欢的音乐类型相不相似的 都算相似 相似 哪种类型的曲风是比较最忠情的呢 我自己在情歌和R&B R&B 对 R&B多一点 但是是情歌萌芽出来的 真的跟他一模一样 对 对 我认为很多都是R&B 我认为情歌 都是很多观众 最受欢迎的 即是未来甚至可以 再来一种合唱歌 因为今次这种合唱歌 是比较热一点的 对 叫大家怀着梦想 日内向前走 对 未来下次可以 我可以两个男生唱情歌 就 行不行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唱歌和观众怎么去听 嗯 我觉得音乐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唱一首 是两个男生怎么研究一生追女生 也可以啊 两个男生唱情歌 都很多题材大家没用过 各自两个男生聊天 分享自己另一半是怎样有得 对 对 很多玩法都可以出现在两位身上 可不可以期待自己 现在先听着两位的合唱歌 好 Thank you